中国和印度爆发了45年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 那尽管目前双方在边境的对峙有降温的这个迹象 但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缓解 暗地里印度正在积极的部署从经济领域下手对中国报复 那有报道指出印度政府呢正计划对100多种中国商品展开反倾销调查 同时要求印度的电讯公司停止采购中国设备 并建议民众呢不要再使用任何和中国有关联的手机app 那另外抵制中国boycott china 如今就成为了当地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标签 各种印度民众砸碎中国产品的这些视频呢 都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找得到 那印度民众不只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泄愤 也继续走上街头表达对中国的不满 高喊口号 踩踏 甚至是焚烧中国国旗的反华戏马 持续在印度多地延烧 民众愤怒地走上街头 认为中国军队已经入侵印度的领土 甚至有人拿着印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肖像 写着滚回中国的海报视为抗议 随后再将中国国产手机摔在地上 蒙踩手机抵制中国火 面对中国与印度45年来最严重的军队冲突 印度总理莫迪昨天在发表电视演说时 就强调印度边境没有被入侵和占领 同时对于多名印度军人遭到杀害表示愤怒 并授权军方采取适当的防卫措施 致力捍卫国家主权 入夜时分 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的街道上 也挂起了阵亡士兵的图像 并让民众前来悼念在边境冲突中阵亡的士兵 针对中国与印度军队在边境地区加勒万河谷 所爆发的流血冲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昨天也在记者会上第一次梳理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 赵立坚就解释 今年4月以来 印度边防部队单方面在加勒万河谷修建道路 还有桥梁等等的设施 尽管中国已经多次的提出了交涉和抗议 但是印度反而变本加厉 越境进入中国领土施工 并且阻挠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日常巡逻 尽管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 印度已经同意撤出越境人员还有所有的设施 并且承诺不会再越过边境去巡逻和修建设施的 但一直到6月15号 印度的边防部队却打破了双方早前所达成的共识 再一次的越境并且蓄意挑衅 甚至暴力攻击尝试要交涉的中国军人 所以才会爆发这一次的流血冲突 赵立坚表示 现阶段双方同意公正的去处理加勒万河谷所引发的严重事态 并共同遵守双方早前所达成的共识 以尽快把现阶段的局势降温 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和安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